美女特工潛伏在目標身邊 趁著目標離開時 偷偷把接收器帶到耳朵上 卻聽器就隱藏在口紅裡 此時目標回來了 特工假裝和目標親熱 實際上偷偷把卻聽器 安裝到了目標身上 另一邊 有人認為武力就足以解決問題 不需要同伴去冒險 但是老大不同意 堅持要特工潛伏在目標身邊 被反駁的同伴心裡非常不服氣 第二天早上 特工接到消息要動手 沒想到目標早有防備 一舉自服的特工 難道真的要謀殺親父嗎 特工還在假意親熱 很疼啊 沒想到早就被看破了 殺我 為什麼持續不動手 難道 愛上我了 特工問起是什麼暴露了 你什麼時候發現 目標掏出槍來對著他 小寶貝 原來是他晚上睡覺戴著戒指 這睡覺 對學訓玩不好 任務失敗特工們準備解救人質 但是女主角被挾持在手 唷唷唷唷 我學 同伴們不敢冒然行動 你看你那頭丟得不錯 蛤? 你怎麼還這麼好 雙方僵持不下 小廢話放了他 最後目標還是開槍後 逃離了現場 那天哪 Hus 上探 請 那天下 都怪獻 Olymp績 允許 那個